做自媒体现在没有收入了 还不如回国打螺丝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山 我现在在老屋 最近上个月吧 有一个话题 就是讲出说 要八月份 就是做自媒体就没有收入了 这个传言 传的非常多啊 我刷了好几个视频 把我们给吓一跳 就是说拍视频啊 做自媒体啊 都没有收入啊 前两天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他说 做自媒体已经没有收入了 吓得我赶紧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后台有没有收益 一看还依然有收益 那么为什么这个留言 留言特别火呢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中国很多中国人啊 都不喜欢看别人拍视频挣钱 有大多数中国人看别人拍视频挣钱啊 尽管你挣的很少啊 可能挣个饭钱 他也不希望看到你 他觉得你一边玩一边挣钱 他嫉妒 他嫉妒 当然有的人挣的特别多啊 他更嫉妒 所以说他们很希望你们不要拍视频 不要做自媒体 就好好打螺丝 像他们似的 就是工作 工作挣钱 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这样的啊 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流言蜚语啊 说八月份啊 九月份什么自媒体没有收益了 主要目的就是不希望更多人 就是加入自媒体这个行业啊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啊 我认为做自媒体其实不会结束 自媒体时代还会持续更久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啊 为什么有自媒体 你要搞清楚 为什么有自媒体这个行业 自媒体这个行业 起源其实很早 大概是15年16年的时候吧 那时候什么 可山呀 然后抖音呀 然后今日头条啊之类的啊 平台好多平台 我就不详细讲了 就是这几年的事出现也不早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其实说实话 其实就是仿照的国外 仿照的国外 中国很多这个软件 都是仿照国外 比如说微信啊 它也是仿照国外的通信软件 是吧 都是向世界看齐 这个中国的这个趋势啊 就是学国外嘛 为什么呀 比如说这个今日头条 就是学的是谁啊 它学的其实就是国外的YouTube YouTube 西瓜抖音和今日头条是大概相同啊 我就简称这个今日头条了 它其实学的就是这个YouTube 大家在国外的人都知道啊 YouTube在全世界很火啊 全世界很火 它主要是一些短视频啊 就是讲一些这个历史啊文化呀 反正什么都有 反正这个观点呢 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部分也是错误的啊 它这个审核 没有国内这么严 所以说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 世界各国各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 各种语言的视频都有 可以说是非常杂 非常杂 这也非常杂 其实也是一个优点 为什么呢 非常杂就代表了这个文化多样性 这个世界呢 说实话 它需要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平台 它不能总是电视剧电影 是吧 电视剧电影还不够 还不够传播世界各国的文化 各民族的文化还不够 所以说要有一个短视频平台 这个YouTube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已经在世界各国 已经好多年了 做得非常好 这个软件可以说非常成功 在国外人应该都看过啊 对吧 这个今日头条呢 说实话 它就是学的YouTube 它也要向世界看齐 说实话 中国现在也是一个 尽量努力学习世界 尽量努力与世界接轨 所以说 从这个趋势来看 我感觉这个 就是自媒体这个行业 还是起步阶段 还不会结束 目前这几年还不会结束 如果结束了 那可能是被另一个软件 顶替了 被另一个软件给 给超过去了 所以说 如果这个时代 我感觉 就是这个行业 我感觉还不会结束 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尤其是现在抖音 抖音这么强大 抖音 今日头条 西华视频 它是一个公司啊 所以说它很强大 呃 倒闭的可能性 就更小了 但是以我的观点 我就认为 这个自媒体行业 还不会结束 至少在这十年二十年之内 应该还不会结束 大家认为呢 大家我 大家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欢迎大家留言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山 我现在在老屋啊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我已经起床了 今天起的比较早 主要就是晚上 我做了一个噩梦 这噩梦 呃 非常痛 呃 我这个经常做 我感觉啊 做噩梦 跟这个 睡姿有关系啊 我个人感觉 是跟睡姿有关系 他这个床呀 如果是 方向不对 他就经常做噩梦 昨天我就做了一个噩梦 呃 我这个噩梦就是 梦到我的初恋女朋友了 呃 我已经 好多年没有梦见 我的初恋女朋友 其实说实话 她是我唯一谈过的一次恋爱 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恋爱 呃 其他都不太算 这一次算 她也不是初恋 她就是 呃 唯一一个谈过恋爱的女朋友 呃 这个梦啊 反正是不太好 但是呢 我都已经忘掉了 因为这个醒了之后啊 很难再寄清这个梦的具体内容了 我就 讲一讲我这个女朋友 我女朋友是河南南阳的 呃 我和她谈了一年 一年 已经有十年了 已经有十年了 2014年 那时候我没谈的 三年 上次还是在北京富士康上班啊 呃 可以说还是 非常美好的哈 他也很纯洁 很纯洁 很善良哈 呃 我们就是在富士康认识的 然后我们 邀请她一起 去爬长城 去爬长城啊 然后 她非常淳朴 非常淳朴 那时候我追她的时候 从来不花我钱 她买 买吃的呀 都是 都自己主动掏钱 我特别感动啊 感动 她人非常善良 河南 河南女孩 呃 呃 特别 她不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非常非常害羞 其实我就喜欢 比较害羞的人啊 呃 我就喜欢老实的女孩 越老实越好 最好 不要 不不说话 很少说话的 我最喜欢 这个太扎扎乎乎的 其实我 我不是很醒 她长得 不是特别漂亮 但也 但也可以 非常好 人非常好 呃 我追了她 她大概有半个月啊 然后她就去廊房支援去了 廊房也有一个富士康 然后我就离职 去廊房找她 去廊房找她 在廊房 我想进廊房富士康 跟她一起工作 然后呢就 嗯 做了男女朋友 谈了一年恋爱 这是我人生中 唯一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啊 嗯 谈了一年多 她人挺好的 那时候我还比较小 才十年前嘛 十年前还比较小 呃 那时候我还不想结婚 我还不想结婚 我也 比较浮躁 那时候工资很低啊 一个月两千块钱 呃 根本就不够吃 所以说我没什么钱 也不想结婚 其实她挺想结婚 她爸也挺想让我和她结婚 但是当时我比较幼稚 没有结婚 所以说回家 她爸 她妈就 就催她那个 相亲 然后就 他们就结婚了 其实也怪我啊 也怪我 嗯 人家家里都自行我的意见 问我 要不要结婚 其实我当时啊 嗯 都怪我 其实很多感情啊 说不准 说不准 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恋爱 其实挺怀念的啊 我知道她结婚之后啊 第二年我就 我就去南洋 她的这个县城啊 她那个镇上找她去了 找了好几天 也没有找到 根据她这个地址找她去了 也没有找到 嗯 她那个村子 很小 嗯 分手之后啊 我就特别难受 足足难受了 将近都有半年 都有半年 嗯 那种难受啊 就像什么呀 哎呦 就像那个 嗯 就像 非常非常极度难受 就 就是那种 这个世界就要灭亡 是的 那么 那么难受 那半年时间 是我人生中最难受的时候 嗯 失恋的感觉真的是 非常难受 我是体验过一次 啊 从此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体验过 失恋的感受了 嗯 这就是我的 唯一一次恋爱 我也不是没恋爱过 嗯 之后呢 之后那些女孩 基本上都不属于 不属于女朋友 说实话感情都 没有那么浓烈 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啊 还是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 呃 爱情 说不清楚啊 五千年历史都没有讲清楚 爱情都就是什么啊 所以说 很难说清楚 全世界也没有人能把爱情讲清楚 虽然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 但是 谁都讲不清楚爱情 你说 爱情是金钱吗 它也不纯粹是 呃 爱情是什么呀 是颜值 呃 它也不纯粹是 爱情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知道爱情是什么 嗯 大家认为我说的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